一艘巨轮在沙漠中急迟 巨轮的身后诡异的怪物在迅速逼近 很快怪物开始撞击巨轮 触步急防之下 船员被怪物的鸡脚冻穿 这个男人也被船上翻滚下来的货物 砸进沙漠当中生死不明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巨轮显得格外弱小 这是我们从不曾察觉到的新世界 故事回到地球上 一只小队接到任务来到了沙漠无人区 他们奉命来搜查在沙漠莫名失踪的B小队 在确认好比小队最后的信号点后 他们重装出发了 来到目的地的他们 还在差一几蹲的装甲车莫名消失 远处巨大的诡异风暴正在迅速逼近 很快急速的风暴就吸着了整个小队 在风暴当中还不使得闪过蓝色的闪电 小队行驶到一片石碑当中 石碑在闪电的催动下似乎被启动了 伴随着闪电炸开的一层屏障 神秘的符号突兀的显现 前方诡异的出现了一道悬崖 随后装甲车直接掉落进悬崖 经过了难度系数3.2向前反弹三周半后 装甲车重新落到了一片残亡的沙漠中 对象爱丽丝确认好小队全员安全后 对照着地图 却发现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标记 远处这个怪异的山峰 更糟糕的是无限点 卫星 包括指南针都没有任何动静了 此时一个队员发现了失踪的B小队的装甲车 但是诡异的除了一个烧焦的士兵外 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踪迹了 除了地上散望的大量弹可证明他们经过一场大战之外 已无所获的小队决定继续出发 但行驶了没多久 他们就发现了一具巨大的骨架残骸 这超通现实的一幕让他们不禁怀疑人生 小队的狙击手发现身后杀地有动静正在起来 爱丽丝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人情把所有队员叫上了车 接着调转加特林朝着未知的神物 开始哒哒哒哒哒哒 可是怪物的声音更快 直接顶翻了另一辆车 怪物随即露出了真面目 底头巨大的长着两个真灵鸡脚的狙击手 恐慌之下他们倾泻出无数的子弹 但显然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无法对眼前未知的生物产生任何有效伤害 驾驶员及时发动了车辆 就像最后一位队员后他们飞速逃离 眼看着怪物越来越近 爱丽丝果断让队友拿来火箭炮 话音刚落了 他们也被怪物顶翻 其中一个士兵刚从车里爬出来 就被身后怪物的鸡脚直接捅了个透心梁 爆炸声响起 可惜的是怪物依旧毫发无伤 爱丽丝只好带着队员逃进一片碎石岩洞中 成功利用狭窄的洞口挡住了庞大的怪物 怪物尝试了几次 甚至鸡脚都撞断了一只后 妈妈连连地离开了 在岩洞里 爱丽丝刚安抚好接近崩溃的队员 狙击手及时地射瞎了蜘蛛怪的一只眼睛 救下了爱丽丝 其他队员逼对蜘蛛怪后 刚拿出一两包准备进行救治 身后无数的蜘蛛怪奔袭而来 队友只能遗憾地丢下爱丽丝开始逃命 刚逃出岩洞 一个队员就被蜘蛛丝缠住 扯到了半空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爱丽丝惊醒了过来 他艰难地撕开蛛丝解 环顾四周旋是人类的尸骨 更不幸的是帽子 他的队友们也全部遇难了 他被抓到了蜘蛛的巢穴当中 四处查看寻找出入的爱丽丝 兜云发现了另一个幸存的队友 他搀扶着队员继续寻找出入 可是信号弹的光量也吸引了一只蜘蛛怪 他唯一的队友也被蜘蛛怪卷走 没分的爱丽丝怒吼着拿出便携式氧气 利用火焰逼退蜘蛛怪后 奋力地朝着洞口爬去 就在他半只身子已经探出洞口时 蜘蛛怪的触手扎进了他的小腿 爱丽丝再次陷入到了水晶 吻立马 吻立马 吻立马